花莲县的国民中小学学生部本换新衣服了 发表会就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登场 而这一次110学年度的学生部本封面设计推手 则是由花莲县文化局邀请社团法人 美感细胞协会以及肖瑞与设计师 以花莲县的县鸟朱黎为设计驻轴 花莲县110学年度国民中小学学生部本 尽量发表会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登场亮相 新衣服学生表示 希望学生们透过视野以踏出的步伐当中拓展自我 让心中充满平静 从生活当中观察环境 从生活中发现美学 而正式使用花莲县鸟朱黎贯穿设计的主题 将生态与其文学融入部本 将花莲特色融入学习的场域 用这些看见 让花莲县内中小学学生部本负有意涵 今年我们特别希望改一个方式 换个模式 所以我跟这个处长就说 我们是不是把花莲的地景地貌 还有人文艺术 把它将进来设计的理念里面 让孩子在其实学习的过程中 除了有美感以外 他也能够更了解花莲在地的宝藏 以花莲为荣而显扬花莲美好 比方说今年有胡福加进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胡福 因为在台湾本岛里面 只有一个现实有胡福 那个现实就是花莲县 没有地方找得到 而那个胡福 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你们不知道对不对 胡福在我们的 那个金华桥下面 美伦西 金华桥下面就有胡福 在我们的花冈博冬的校园里也有胡福 其实在花莲有几个学校里面 是有胡福的踪跡的 所以这是列为这个一名 这个必须要去保护的动物 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助于生态 来保护胡福这件事情 那我们美伦西的这个清水步道也都做好 更希望我们学校在做这个户外交流的时候 户外参访 其实可以走走看我们的美伦西 你会发现很多生态都非常非常好的 110年度商情文化局策划封面封纸设计 特别邀请致力推动美感教科书计划 心内设计是萧瑞与七首合作 从生活开始引导孩子们反思不同的课题 而目前最新的静美部分 也将陆西受到学生的所忠 不同以往的设计风格 相信会让人独目一新 记得中文化学书